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于2018年8月18日到2018年9月2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雅加达世纪曼谷新德里后 第三个取得第二次亚运会主办权的首都城市亚运理事会正式宣布了第18届亚运会的电子竞技项目在亚运会上将作为表演项目出现 在入选亚运会的这些游戏项目里分团体项目与个人项目 个人项目入选的有腾讯的皇室战争暴雪的炉石传说与星际争霸二 在团体项目上入选的有英雄联盟 腾讯王者荣耀国际版和实况足球2018 与此同时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节目新闻周刊中 两只电竞国家队的选手进行了探营专访 而张宇晨王者荣耀项目出征队员 艾蒂魏老帅 简自豪英雄联盟项目出征队员 艾蒂魏UZI作为队长在镜头前发表感想 二人就电竞职业生涯可即将到来 那亚运会表达了自己态度 而白岩松则认为电竞组建国家队并不等于为游戏证明 他还需要更多良性发展 央视名嘴白岩松点评电竞组建国家队这群平均年龄 20岁左右的职业选手目前正在进行雅加大赛前集训 这也是电子竞技第一次登上亚运会的舞台 出现在全球国家机电视台 和媒体报道的聚光跟下 这些选手将代表国家出征 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同时也被这些选手们带来极大的压力 张宇晨表示为国出征有很大的压力 与平常在俱乐部参加比赛有很大区别 老师表示为国出征压力 很大从一名业余爱好着找职业选手 再到成为亚运会国家队出征队员 这些选手靠的不仅是实力 还有实际 在采访中张宇晨表示自己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没有什么阻碍 父母也十分支持自己的选择 相比简自豪的电竞之路 被父母理解的张宇晨顺畅态度 简自豪16岁出道 此前曾因上网打游戏 被父母轮番教育 直至被俱乐部邀请打职业联赛情况才有所改变 有ZI直言电竞职业录 并不简单玩游戏和电子竞技不同 残酷的电子竞技没有第二 为此选手们会付出很大代价 即使取得了成绩 得和也无法消除 简自豪表示父母在自己电竞之路上 并没有产生成长的主推作用 大多数都是自己出去后慢慢磨练之道的 节目影响到这些选手们 背后不为人知的辛苦付出 他们每日平均训练十小时以上 与国外高水平队伍的训练对战常在夜晚 因此选手们也习惯了夜晚的训练模式 熬夜加高强度训练和极其容易出现的不良 做事也对选手的健康造成了影响 而往往这些负伤恢复的较慢 在画面中可以看到 简自豪在休息时还要进行爱酒等保健工作 不管怎么样 虽然暴雪的炉石传说与星际争霸2给的压力很大 但是有狼者荣耀这款大CP本